滾石音乐的大师兄小鬼黄鸿生 率领师弟师妹陈琳九以及孙盛熙 在2016即将结束之际 特别下厨准备跨年级礼膳食餐 分别是小鬼的时尚潮流鸡排 孙盛熙微笑带过鲜鸡汤 还有陈琳九的鸡胃茄蛋快炒蛤蜊丝瓜 超蛋 超蛋 鸡排这鸡排为何要灌上时尚潮流呢 穿着重计装下厨的小鬼透露 在他实业低潮时 才和几个好友相约卖鸡排 食材设备以应俱全 就连摆摊地点都已想好 但开卖第一天 就让他们从此断了这个念头 我记得那天好像是37度 很热 还是38度翻 很热就对了啦 我们炸完那天之后 摊子就放在那里 就当作没这回事 绝口不提 再也没有人说要再卖鸡排 太热了 谭道在校园开唱 和学生玩起颇烂舞 小鬼兴奋地表示 现场效果十分壮观 艺员他的梦想 甚至想出更多花招 希望日后能在个人演唱会上实现 中间有一个副舞台 传过去 我从主舞台传到副舞台 这个很帅耶 很酷对不对 很酷很酷 我曾经还有想过就是练滑板 U型版 对不对 我们从主舞台滑 U型版滑到副舞台 这样超酷 我从主舞台滑到副舞台 我从主舞台滑到副舞台 我从主舞台滑到副舞台